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我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 如果你没有圣经 其实是我想今天大部分华人的地区 要拿到一本圣经都是容易的 也是可能的 所以找一本圣经打开来读 现在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第22章 路加福音22章已经接近到尾声了 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被审讯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学的一些功课 耶稣的智慧 耶稣在地上常常被别人问问题 有一些问题他直接回答 有一些问题他用比喻回答 有一些问题他根本就不回答 同样一个问题这个人问他可能回答 那个人问他就不回答 为什么呢 比如说这里 那些抓他去的人就问他说 你如果是基督就是弥赛亚 弥赛亚是什么 是他们犹太人共同的一个期待 他们在先知的书当中看到说 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来要拯救我们 所以他们一直认定会有一位弥赛亚来 那个拯救是什么 对他们的认定就是要复国 以色列要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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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弥赛亚会带我们以色列复国 那个时候他们被别人掳掠 他们在别人的统治之下 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一定一定一定 因为圣经这样说的 大家都在等那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带我们复国 而这件事情对当时的罗马 罗马政府 其实是很敏感的 现在是罗马统治他们 而他们在等一个人带他们复国 那不就是要推翻我们吗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很敏感的一个话题 但是很多人就问他说 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基督 到底是不是那个弥赛亚 如果是的话 你就告诉我们了 你告诉我们了 其实常常要这样问他的人是挑衅 要抓他的时候 他自己说所以罗马人抓他 他要叛乱他要什么 但是耶稣呢 耶稣不回答 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人里面常常有一个不信的恶心 因着那个不信 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 你说上帝 我小时候常常这样想 上帝你是真神 你是一个全世界都看得到的一个大神机 大家都看到不得不承认 哇 你是主 这不就完了吗 事情很简单 但是其实不是 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出埃及经历什么 十个大灾 那每一个都是极大的神机 而且都不是少数人看到 是所有的埃及人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到这么大的十个 不是一个两个三 十个后面过红海 他们看见一个海在他面前 分开来他们过去后面的追兵 然后就被淹死 这么大的神机 然后呢 过了红海之后 他们在旷野里面照样被逆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神机把我们带到恩典救恩里面 是十字架的救恩 神机也许会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真正能够领我们进到恩典里面的 是真理 是十字架 是救恩 但愿我们除去心中不幸的恶心 存着信进入恩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